女人的女人 總是不對 有男朋友 真的不誇張一點 沒有理由 要別人做些便宜 那你對不起她 別人是你男朋友 你跟別人交完再有了 還要你男朋友 什麼都不懂 當別人不知情 要別人吃死貓 不可以 女人很便宜 早前有個25歲 港女在網上大爆自己有男朋友 都還會找SP 說想把性和愛分開 不過男朋友今年買到樓 半年後就會結婚 於是她就決定 跟SP去最後一次旅行 誰知就因為這樣有了 女生不想BB 承認SP做爸爸 於是就跟男朋友說 寶寶是她的 男朋友沒有懷疑那件事 還很開心 不過網民就似乎不看好 她就知道了 本身她如果真的一心一意 為性而在那裏 去尋求一些性 本身可能她的性 價值觀已經出現問題 她亦都可能對於風險 那個危機意識比較低 本身她不是一心一意 上去的 可能但是見到身邊的朋友 原來介紹她 因為她都不會貿貿然去這些平台 很多時候可能整班朋友 聊一會兒 這裡可能會有類似的對象 不如大家一起去玩一下 那在這個過程中 去接觸別人的時候 其實大家的價值觀 和大家的行為 就會開始互相影響 那這個正正就會影響她 一些對性的看法 去結交朋友的看法 或者也都甚至乎影響 一天後她跟伴侶的相處 很多時候有機會 如果真的尋求一些性伴侶 我們看到所謂最大的風險 就是那個性危機 她可能真的出到一些 因為大家雙方發生一些性行為 可能會染上性病 或者她自己不安全的性行為 會懷孕 或者在性接觸的過程 可能被人性侵犯 甚至乎有些性的暴力出現 都會有這樣的潛在危機 價值觀察力前基於一些原則 那些原則是剛才說的 同意的 不傷害的 沒有壓迫的 就是這一類 對我來說 我們很難去一言概之 就說單對單 是不是永遠都是對的 不一定的 那些單對單可以充滿暴力 那我就會顯責 那麼多個兩個人的關係 一定是錯的 又不是的 如果他們是知情同意 或者是享受的 其實這也可能是一個 他們選擇的生活方式 開放關係很重視 開放的意思就是開城佈工 大家可以去協商一些的原則 或者規則 心靈上又被人壓 又被人壓著 又被人壓著 還要花錢去準備結婚 現在走得了 都還來得及 我會覺得他是給借口自己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 剛才是一樣 SP 始終這個 性關係很不健康 很不正常 我覺得因為 你已經有個男朋友 你還要去找另一個 其實就是 變相出鬼 其實 我覺得那男的事主很慘 不會認個兒子 因為始終 雖然我知道兒子是無辜的 但是 認了的話 就表示你肯接受 SP 這個帽子要大成小 大成小 對 如果那個男生 我不會分手 我會繼續接受 因為如果真的是 他愛這個女生 我寧願可能養上 那個不是自己的新生 這個叫做 大飾 可以摔下來 你喜歡 很厲害 有 你真的很難 有